主楼和副楼吗那是 这里才是大门 这是三栋 围起来围成个河院 哇 漂亮吧 您好有人在家吗 全是简约的风格 嗨你好 美女你好 看到您房子建的很好看 想来参观一下 可以吗 这整个三栋 全是您家的吗 这么漂亮 哇你这个景观真的很好 对面是山 底下是很宽的河 我先到园林那里看一下好不好 那个应该是林香花 那个凉亭 这边是一个茶室 一样一样来 刚才我那个走的确实是后门 现在才找到正门 它这里还有楼梯可以下去吗 底下还有庭院 哇景观很好还有河 你看这么宽的河 哇天呐 这个景观真的太好了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庭院 你看这个 江景大房啊 江景豪宅 这是林香花吗 又不像它怎么会接这种造脚呢 已经长密了 长得看不见天了 这些石头摆得好啊 从那个大门进来看到的时候就是这个 特别好看 这是个凉亭 就是茶室 哇 它的 荷花已经开了 天呐 怎么这么漂亮 这是 石木的茶室 好有感觉呀 这个茶室 红鲤鱼加景里 哇 那个嘴脏了 你看 我没东西喂你们哦 太漂亮了 那是红蜂 中间这一颗是红蜂 我要站到中间的位置 扫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啊 从这边开始 茶室 然后副楼 主楼 又是副楼 凉亭 它这个园林景观做的真的很好 应该是请了专业设计师设计的 花卉植物都安排的很好 我发现 又不认识这是什么树了 哇 它的栏杆是汉白玉的栏杆 这个颜色很好看 我想到里面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参观一下 这个门很好看啊 这助理门 真漂亮 姐姐 这敲着没声音这个门 姐姐你好 刚刚姐姐打了招呼 然后带那个小朋友 可能 什么被出去玩了 姐姐 你看 就是 隔音性很好 姐姐在里面 我在外面 能到里面参观一下 可以啊 好 我在外面喊姐姐是听不到的 她这个隔音性真好 进来这里是堂屋 红木家居 可以进来参观一下吗 姐姐 谢谢啊 你这个进门口这块是个玉石哦 很漂亮 这个色泽 它现实中更要绿一些 就是我手机照出来就 它更绿一些 更好看一些 漂亮 然后这里是电梯 哇 你这个客厅也很气派哦 小朋友几岁了 这是我的孙女啊 孙女啊 我看到你好年轻呢 我以为是您的小孩呢 好年轻的 真的 这客厅很大气 天然的大理石的 这个色子很好看 然后 条高也非常高 你看它的吊顶做的很有特色 哇 我感觉您家建的真的很漂亮 姐姐啊 就 然后环境真的非常好 挨着那个河叫什么名字呀 圆江河啊 然后景观设计的真的特别赞 哇 这个背景也很漂亮 很有特色哦 这里是大理石吗 这是一个玉石 这是玉石 呀 小周佩奇 好像两三岁的小朋友都喜欢看 我女儿小时候也是看这个 小周佩奇 我看看啊 这个是个玉石的 哦 真的呢 近看才发现是玉石的 玉白彩 这个玉 这个是不是更好 我感觉 因为它很透 你看它刚好就对着窗户那边很透 整个很润泽 撞在圈看一下啊 真漂亮 这个贵不贵姐姐 说贵也不贵 不贵也很贵 大概什么价值这个 大概要十多万吧 白菜就是百财的意思 发财的意思 然后玉石真的百贱很多 你看看两个小象也是玉石的 哎 你这里还有这个水晶石啊 这是紫水晶的原石应该是 快挖了一块出来 很漂亮 好多玉石啊 能带我参观一下不姐姐 可以啊 全是红木的客厅这里 然后这里餐厅 这里先看一下啊 它景观真的很好 就刚刚看到了吗 我说我 我好喜欢那个草坪啊 你说这个山我在想 它是原先就有的还是有 是后来才自己发发 自己做的 为了做这个园林景观 特意做了一个山出来 特意做了一个山 这叫备有靠山 前面有水备有靠山 这是中国人很讲究的寓意 厨房也挺宽敞的 也是全是中央空调啊 那就是一个是 旗牌室 然后就喝个茶 又可以做茶室 而且我发现您家的 这个设计很好 它光线好 看到外面的景观的时候 特别赏心悦 现在我们是六兄妹 这里是两个妹妹 那边是两个弟弟 我这一回是一个妹妹 我是家属老大 三兄弟三姐妹 这么和睦的 全部住一块 那过年的时候 是不是超级热闹 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有30多粉人 客房在这里 就是 哎呀 我可以进来看一下吗 可以 好的 它也是带卫星间的 然后它这个床就是 整个都是红木的 非常漂亮 反正景观是很好 呀您这一 一酒贵的酒 也蛮值钱的了 那肯定要放几口酒啊 最贵的是哪一瓶姐姐 最贵的 不在这里吗 还不在这里啊 收藏起来的 下面有酒窖 我发现了 您这个整个墙面都是大理石哎 啊 这整个都是大理石 漂亮 你这个楼梯踏步这个大理石颜色超级正 都是玉石的 哦都是玉石的 对 然后它是一块玉石切割的 因为它这个纹路在这摆着呢 哇 你看这样远看看过去就像一幅画一样 这是二楼 我们站在这里看一下 看一下客厅 姐姐家非常喜欢玉石 特别多 那这个也是也是玉石 房间 哇 收拾的好整齐呀 这里呢应该是姐姐的主卧室了 然后你看姐姐的这个床 太漂亮了 这应该是古时候的那个 叫什么床 这比架子床更高级 这个叫 哈哈哈哈 对 然后你看 真漂亮 姐姐的梳妆台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躺椅 还有斗柜 哇 他这个床真的是我很少看到的啊 就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 因为他特别高 你看他大概都到了我的腰这个位置了 一米 一米二一米三了吧 真漂亮这个床 你看姐姐家后面 这是后山 那个玉兰树竟然还在开花 哇 景观真漂亮 这是一帽间 然后这里还有 哦这是像办公桌书房一样 对 书房 哇 这个经常好 你还什么都懂呢 没有没有 我只是我们家老公也喜欢这些 对 他也喜欢这种各种木头的各种石头啊 玉石的之类的 他喜欢 叫得出名字而已 哈哈哈哈 这里还有 这也是玉石的 这是玉石的 您家可以问一下是不是做玉石生意的姐姐 没有 怎么这么多些玉石这么喜欢玉石呢 老公喜欢 喜欢玉石的人非常有内涵的 真的 非常 而且也得有雄厚的实力 这是真的啊 这个 这个是个衣柜吧 对 三次 哇 这个看起来 我好像在那个故宫博物馆有看到过 类似的 哦 您还做了浴缸的 对 这个太舒服了 这整个的书桌 它也是红木的 我发现您家最多的就是玉石和红木 对 那就是一个饭 就是主教啊 地下室啊 停车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去吗 嗯 可以 好 谢谢 跟着姐姐到到地下室 底下那里去转一下去啊 这就是有个 大公公厨房 就是我们这兄妹啊 过年过节啊 哎 不许高工 就有个 大的食堂 大的餐厅这是 嗯 窗户能 哎呀 能打开 哦 哇 整个就是一个餐厅 嗯 厨房在后面啊 在后面 哎呀那里还有一只猫哎 嗯 这个猫 哇 好可爱啊 下面整个负一层就是地下室 地下室 养鸡啊 养羊啊 养鹅啊 哦还有养鹅呢 都是您养的吗 对啊 我们家养的 哇 你这你这个环境真的很好很好 这这河里有没有人钓鱼啊 有啊 有啊 记得在这下面 因为我看那个水特别清澈 拜拜 感谢 拜拜 拜拜 哎漂亮 拜拜